腾云嫁务金龙来 神采飞扬 雄师道 龙年第一天 几间大型娱乐场纷纷施展浑身解数 不约而同地选用最传统的节庆方式和游客一起度心碎 就连金发碧眼的CEO也要入乡随俗带给游客最浓烈的新春气氛 同时祈求新一年裁员滚滚来 尽管龙年难逃欧债危机的阴云 刚刚宣布给员工加薪的美高梅仍然对澳门市场信心十足 美高梅透露 刚刚过去的兔年成绩斐然 具体数字还要等即将公布的财报 不过目前预言龙年的赌售似乎还为之过早 五龙五师所到之处竟是满满的好彩头 每一位宾客进场之前都沾满了喜气 虽说放弃了留在家中走亲访友 到赌场碰运气为的也不全是大发新年财 体验这种气氛 出钱赢钱都是小事情 关键是大家都知道澳门这个地方 是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 关键说这是甚至手气而已 出钱无所谓 未在参与 仲在参与 小赌才能移情 在这个喜庆的节日里 大家放松一搏 可不要忘了还是要把握一个肚子 熬亚卫视 孟金 王冠中 澳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